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Angla.js开发web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自定义指令的详细介绍 我们的第一个指令,学习指令最快的途径就是亲自使用它 让我们来创建一个自定义的指令 其实我们之前很多地方都创建了 一些自定义的指令 然后我们去使用它 但是我们没有去很详细的去诠释和解释它的一些 为什么要这样写 这个指令,这个内容呢 我们上课也是讲得过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作用 因为牢记这个东西使我们会更加熟练的使用指令 还是老样子 这个元素切记 然后这个是,这个element 然后这个是属性 这个是类名 这个是注释 我们回顾的是上一节内容 好 然后我们来讲解 嗯 Html元素 在这个里面中是怎么样展示出来的 你看 我们声明的一个元素 我们声明的一个元素 它的在安格拉基亚S 它会是怎么样去构造它 你看 这是我们之前声明的 我们声明的一个元素 是安格拉基亚S的Math元 是通过 你看 通过元素这个标签 然后去生成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告诉你 我们这个东方可以混合使用 你可以单独的写 它所代表的意义 这是我们传过去的内容 其实在我首页 因为我们下面看的话 是没有内容 是这个 看到没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酷的 调用指令意味着执行指令背后 与相关关联的JavaScript的脚本 我们可以就是相当于 它重新构造一个 嗯 块 一个就是 嗯 它一个模块全部包含了 然后这个是Math学院 也是这样子声明的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其中的指令的命名 名字的一个风格 它应该使用了落封命名风格来将一个短句写在一个单词中 除了第一个单词以外 其他单词首次的母大写中间不加空格 但是呢 这个可以写自己习惯啊 有的是这样子的 嗯 有的是全部跟我一样是小写 但是我小写是为了防止以后 它那个地方会出错 有的人是可以这样子写 什么 哎 这样子 但是呢 Math 可以自己去 自己去 嗯 习惯 但是这个 嗯 一般的官方或者是什么 一些 嗯 书籍里面 它会都会说 使用落头 然后命名规格 命名的这个 风格 好 嗯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 它们的区别就是这个是包含在这个里面的 因为我们这样子写的话 把HTML包含在这里面 就是维护起来不方便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创建一个 是吧 我这个单页 它会在这个地方也会把它导入进来 我是一个单页 是不是 其实我们把这边的内容改掉 它那边也会改掉 这是Math 我是个单页 那我们可以 可以测试一下 你看我们在这边 刷新一下 它就可以改变过来 你看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 功能可以 替代一些 嗯 一些脚本 比如说是菜单栏啊 Hitone方式就是这种传餐的 我们是一个宿主过去 然后在这边接收 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可以传一些菜单 比如说这边是链接 这边是菜单名称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里面 然后通过这个东西来传 来便利它的内容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NG repeat 然后循环出来的 就是它的一些数字里面的一些内容 大家可以看看你看 这个地方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老的浏览器的话就是开始和结束 所以说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提醒同学最好是不要使用 这就是这种声明方式 因为怕有一些不知道的一些东西可以解释不了 就是低浏览器可能就是说以前的怕混淆不清 你看这也是这种方式 所以说它是用NG repeat 开始和结束来解释这块内容循环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去使用 我们最后一个种 除非万不得已 你看这种注释方式的指令 我们制定的指令的元素总共就是元素 属性内名注释 这四种方式 所以说大家一定牢记 可以单独的使用 也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 缓和使用 这是它的方式 在页面上面我们区分一下 就是med 然后它这个地方声明就是med to page 这个地方就是page 所以说还是要请同学们注意 然后网上面有一些什么UI 什么安格拉GS 安格拉UI 这些东西可以下载 可以去混合使用它一些空间 非常好看 就是说 像手机也有什么监查 生查 然后什么还有一个是 APP Foremark 这些东西 它里面它的UI 套上去非常漂亮 可以加上一些元素 给它一些纸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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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聊天